老同事已经开始宣誓主权了 肖哥捅一下 肖哥坐那儿也行 和我亲爱的郁城坐在一起 肖哥领导一下 快点 什么 快点 你们怎么觉得 你们觉得怎么分工比较好 还有争夺那个位置是吗 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就是 第四章有3.5页 然后第五章5.5页 第六章3页 第八章1页 然后我的想法是就是 第四章两个人 第五章三个人 第六章两个人 第八章一个人 他需要主导吗 对他需要主导 他需要控场 那有没有想就是认领一下 那我们选第六章 那我跟男士就递着第四章 好 那你就直接是第八章了 哇塞 然后复合的话 你还复合吧 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都还有一个那个 可以我们两个可以帮忙复合 他们手里还有之前工作的 但是复合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专业词汇嘛 为了避免大家翻译可能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每个人在写自己部分的时候 然后觉得有特别专业的词汇 你把它单独摘出来 相当于一个附录那样子 然后附在后面 可以可以很好 我就长得非常好 哇 这不就画里有画吗 是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definition讨论一下 是的 得先统一前面的那个 嗯 那我们直接就开始吧好吧 肖哥 cover cover一下 他这个好像还挺多的 我们真的要这样过一遍吗 他完全没听到别人说了两遍说肖哥 一直在吩咐 不行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过一遍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把第一个全部翻一遍了 我们就先看一遍第一个有什么 那我们翻的时候把他全部有第一个的都拿那个中括号扩住 哦 敬业 然后我们给和查留多少时间啊 你们一个小时够吗你们觉得 一个小时我就太紧了吧 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那四点半 可以 来了个厉害的角色 但是他那个目录里面有五点十一 他缺了一些条款 我们要不要问问他是不是缺了 这个要带的更多吗 能够多吗 好 你看姐你给我们的这个目录 第五部分的话是有 表现玉真的太强了 步步紧逼